欢迎大家收看电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和好朋友匈牙利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关系 为什么人们在旧金山炸毁无人驾驶汽车 请大家收看 中国和好朋友匈牙利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关系 南华早报 中国和匈牙利已经同意加强在警务和安全方面的合作 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表示 两国应该加深相互政治信任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 双方还强调了安全和稳定对于经贸关系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是匈牙利最大的投资国 该国也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物流和制造基地所在地 为什么人们在旧金山炸毁无人驾驶汽车 英国独立报 旧金山的一群人袭击并纵火了Vimo的无人驾驶汽车 Vimo是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 这是该城市对自动驾驶车辆发动暴力事件的最新一体 这些袭击被认为是对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公司 日益增长的不满的象征 对这项技术的担忧 包括担心它会阻碍紧急车辆 导致人类驾驶人失业 并对人们的生命构成风险 Vimo最近自愿召回了其机器出租车车队 此前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生了两起与同一辆卡车相撞的事故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每周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新闻 首先是中国和匈牙利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关系的消息 中国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表示 两国应该加深相互政治信任 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 这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合作领域 而且安全和稳定对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非常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是匈牙利最大的投资国 而匈牙利则是中国电信巨头华为 在中国以外的最大物流和制造基地所在地 这种合作关系的加强 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发展 接下来是关于旧金山发生的 对无人驾驶汽车的袭击事件 Waymo是谷歌的自动驾驶部门 它的无人驾驶汽车 遭到了一群人的袭击和纵火 这是对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公司 不满情绪的一种表达 人们对这项技术的担忧涉及到一些问题 比如担心它会阻碍紧急车辆 导致人类驾驶人失业 并对人们的生命构成风险 最近Waymo自愿召回了 它的机器出租车车队 这是因为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发生了两起与同一辆卡车相撞的事故 这些事件都反映了人们 对于新技术的不确定性 和对安全的关切 总的来说 国际间的警务和安全合作 对于维护和平稳定的世界 是非常重要的 而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 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我们需要在享受技术进步的同时 也要关注安全和合法性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的问题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讨论这些新闻 你对中国和匈牙利 加强警务和安全合作关系 有什么看法 你对无人驾驶汽车的发展和安全问题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和问题 谢谢大家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